三大指数集体冲高回落 具体来说指数小幅高开受到消息刺激 以汽车、家电为首的二线篮球板块 直线飙升权重板块 鹰生走强上振50大涨近2% 中小创则相对弱势市场 总体涨多低少赚钱效应加好词后 大盘持续拉升二线篮球 稳步走强加上券商板块的助攻 上振50再度攀升 而护纸、深程纸等主板指数 一稳步上行市场总体放量 拉升临近五间收盘 指数略有回落 午后市场小幅回落 市场持续高位震荡 但多头并未更进一步 导致观望资金开始出逃 而涨停加速维持高位炸板率 则较低临近尾盘指数 持续走弱创业板逼近翻率 板块概念方面白色家电 MDI板块领长 有色谷板块领跌家电板块 强势崛起今日市场总体先扬后 亦受到消息刺激 指数集体高开开盘之后 家电、汽车板块 纷纷拉升刺激大盘冲高 但多头持续性不佳 午后两市逐渐开始回落 尾盘资金出逃三大指数集体回途涨幅 板块方面白色家电板块涨幅区前其中 惠尔浦、海信家电、春兰股份、奥科马、 长虹美龄等集体翻红 康盛股份、小天鹅A、美帝集团、青岛海尔 纷纷跟掌消息面上 据央视新闻联播8日报道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今年将制定出台促进汽车、家电等热点 产品消费的措施划创证券指出 数上一轮家电下乡等刺激政策等 影响农村洗衣机的保有量快速增长 截至2017年 城镇保有量96台百户 农村保有量86台百户 洗衣机行业替换需求成为主要需求 伴随二胎政策放开 家庭可支配财富的累积 分区洗户等更高层次需求产生 未来洗衣机的每户家庭保有量 有望超越一台新增需求 将释放空调方面 相对于日本市场的户均保有量 中国市场的长期空间 还很大此外 以十年为一个产品生命周期 空调市场的更新周期 已经启动财通证券认为 结合各市改革落地 本轮政策刺激的效果 有望超预期 大盘注底形态 较为明显爱见证券认为 2019年市场的运行空间 预计有限 但是在市场稳定预期的大背景下 市场的活跃度 预计相较2018年有提升市场 虽然大的趋势性机会概率较低 但是结构性的机会概率较高 这就决定了2019年主要的投资机会 更多的是事件驱动的交易性机会 结构性的机会将更加明显 对于2019年的市场风格 目前争议较大 机构主要存在两种逻辑 一个是看好投资者机构化 全球化 指数化和行业集中度 提高对权重蓝筹股的支持 尤其是考虑到 估值水平回到历史低位 另一个是看好流动性宽松 监管放松 若周期属性 对中小成长股的支持 机构表示 股指反弹势头已经渐渐清晰 券商、股计、特高压等板块整体上涨 今日又扩散到汽车、家电等消风板块 可以说股市热点较多 目前市场整体估值 处于历史低位政策面 客户大盘筑底形态较为明显 后市如成交量能够持续放大 一轮新的上涨行行 有望展开 但股市反弹不会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 操作上投资者 可树立底部思维逢低吸纳高抛低吸 关注5G、天然气等板块 更多精彩财经资讯 请下载华尔街见闻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